大家好,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這支KONOMA K4T的大陸外拍燈 這支是一支400V,有TTL,有High Speed星的外拍燈 坦白說一開始我對這支燈的觀感並不是特別好的 因為它的造工上不算特別出色 設計也不算非常仔細 但當我用了一段時間,其實我對這支燈是挺改觀的 舉個例子,有一次我去發佈會 因為它有TTL,有High Speed星的關係 其實我看到有多數物很漂亮,我只不過舉起一盞燈 我不需要理會閃燈的輸出 我不需要理會快門速度是否足夠升速 我直接按鈕,其實出來的效果已經是非常好的 又或者另外一次我拍產品的時候 也是因為它的引閃已經整合在燈裡面 我不需要理會有沒有電,插了線未,對不對 其實我只需要在這裏開了它 可以分group去做,可以調校TTL mode,M mode,開不開modeling 全部東西可以在這裏調整 已經可以控制到這支燈 而拍攝出來的效果,你也會看到 跟不用燈相差很遠 除此之外,因為這盞燈有High Speed星的關係 壓光能力絕對不會比其他火數更大 但是沒有High Speed星的燈為差 還有這支燈還有另一個很獨特的地方 就是它除了支援Nikon和Canon之外 它也支援Sony的TTL 變成這個是在 方街閃燈之中比較少見的 而另一方面,至於價錢方面 這支燈賣近大概是6000港幣 這個以一支大陸燈來說,我相信大家都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但是如果你要比較有近似功能的燈 其實包括有Votex的Indra 500伏的拍燈 賣大概9000港幣 Prophoto的B2 250伏的賣大概是16000港幣 如果你這樣對比之下 其實這個6000港幣的價錢也不能說是特別貴 所以總結來說,這支燈要做的功能是可以做到的 操作也是非常好 但是造工是有改善的空間 所以究竟值不值得使用這個價錢賣這支燈呢 就看看你自己對這支燈的要求是什麼